第141章 以南 一辆简陋马车悠悠然南下 先把瓦住军阵之外的君子馆冒龙里古三座军阵都逛了一遍 南朝边境在去年硝烟四起 北梁铁骑一路碾压 势如破竹 事后却出人意料并未占据军阵 以便把边境线往北推移 以此抗拒北莽 而是把财务和匠人劫略一空 扬长而去 甚至连边境上珠网一般的异路都懒得破坏 显然半点都不怕北莽一气之下 顺畅地举兵压境 马车逛过了三阵 满目苍蝇 人心惶惶 马车的主人偶尔掀起帘子 面无表情 然后就横折东去 赶往龙腰洲跟幽州交界处的留下城 城木桃前置在去年清明节上焚石暴毙 已经换了一位耶律姓氏的城木 马车没有入城 静直南下 临近两莽边关 马车主人似乎心情不错 坐在马夫身后 靠着厚重的棉布帘子 拎了一壶自制糯米浆酒 她喝了几大口 唱了一支熟人至极的高枪杏天游 大漠黄沙红阔万里 马车略显孤苦伶仃 苍老夫人的曲调不见半分婆衣婉转低营 反而荡气回肠 车夫是个貌不惊人的矮壮男子 只是卧边长臂如猿猴 让他的身材给人一种荒谬感觉 中年汉子不苟言笑 期间老玉拎着酒壶碰了碰他的后背 汉子没有转身 只是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喝酒 对于他的不识趣 老夫人也不恼火 唱完了调子 仰头灌了一口浓郁的糯米浆酒 净显气概豪迈 只是江湖女侠如此作态 能让旁人喝彩叫好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玉 这般不拘礼仪 可没谁瞧在眼里 会觉得赏心悦目 老夫人悦目是只小马夫的清淡性子 不奢望他能搭枪 遥望天高云淡 自顾自说道 你们男子有钱有权了 都喜好金屋藏娇 我呢 皮号豢养文豪英雄 养世的本事 比起赵家老皇帝 只强不弱 文 先有北院大王徐怀南 后有帝师太平令 还有南边满朝的以老明氏 无有杨元赞留归在内的十二位大将军 无意不是战功显赫 尽在我手啊 六次敌对双方举国之力的战士 孰二在先 胜四在后 如果不是去年被北梁徐瘸子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黎阳朝野上下 谁不畏惧北芒铁蹄 不过也好 北梁骑军这么一闹 黎阳便小去了咱们北芒 泰安城那边很快就夺了顾剑堂那小子的兵部尚书 碧尔将赋税倾斜北边的举措 终于开始受到扶上台面的重重阻碍 京城中书人心不齐 是好事 我看啊 新任兵部尚书的小人徒之所以对此不闻不问 甚至有意无意但压固卢武将 任由朝廷上文臣刁难碧尔 未必没有乐得看到北方边境战士四起的深沉心机 好让他一战定春秋还不够 再战就是定天下了 这样的雄心壮志 说难听点就是狼子野心 白衣冰仙的心思和胃口实在是比他义父要大得太多了 不愧是被骂作狼顾之相的年轻人 要是他在咱们北马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董胖子 我就已经很头疼了 加上一个他 如何安置你们三人 我还不得丑死啊 对了 跟太平令同出其间岳府的红敬年 心言也不小 只不过他跟董卓之间注定只能有一个在南朝冒头 我已经赏了他柔选老淮武川三镇所有的柔然铁骑 跟董卓如今手握的兵力差得不多 如果这还输了 也只能怪他只有当江湖高手的福分 没有逐鹿天下的皇子命格 不过说心里话 董胖子为人处事都还算讨喜 有眼无珠的红敬年一看就让人生厌 拓拔 你肯定比我晚死很久 如果姓红的真敢勾结宗室 想当幕后皇帝 到时候不管你是否退役 都杀了他 汉子平淡说道 董卓也能干出这种谋逆勾当 老玉哈哈笑道 这道无妨 谁让我打心眼喜欢这死胖子 自我登基称帝以后 吃了雄心抱胆敢称呼我皇帝姐姐的 就他一人而已 死皮赖脸的可爱 况且 董卓心眼多是多 满肚子坏水 但最不济 还有他的底线 底线底鞋 但终究有底线 这样的人 其实不可怕 他最怕那些底线飘忽不定的家伙 大将军种神通 加上慕容宝顶 就都是这类奸诈货色 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他们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 做出怎样恶心人的事 把北莽交到董胖子手里 慕容耶律两姓 不怕断绝 被仅仅称呼姓氏的汉子又沉默起来 老夫人喝完了 却是他亲手酿造的湖中糯米浆酒 捧在怀里 感慨道 年轻时流离失所 去了一趟离阳两辽 见到了当时还没学的徐老瘸子 那会儿也没一见钟情 要死要活 只是觉得这男子有趣 后来徐霄走出辽东 一步步登顶 我总不幸是他能做出来的壮举 后来处理朝政的闲暇 经常纳闷他怎就能出人头地 长久以往 当年明明已经放下了 很多年后 反而又拿起了 有些不甘心 不过 这种儿女情长 也就只能想想而已 要我回头再选 当初还是会选择回到北莽 真要为了一个男子 整辈子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我会无聊到想杀人的 西磊毕一战过后 我甚至写信给徐霄 劝他顺应大势自立为帝 我在北莽好与他遥相呼应 承诺将来我南下 他北上 像当年在锦州初见 他分那张大饼一样 一人一半 一起瓜分了黎阳 南北而至 只是他不肯 当然 真的到了那一天 我也会反悔 哪里能真的共治天下 女子小人难养也 我女子小人都算 所以这个天下 谁能养得起 她是徐霄也一样 我养她还差不多 老夫人叹息一声 三军轻生 才可堪乱 平定时局 你跟那些大将军 做得都不错 百姓重生 方能不乱 才没有结干起的念头 南朝那帮春秋仪老 做得也还行 只可惜 大势仍旧不在北莽 不得不试不带我 只争朝夕 别看北莽赢了四场大仗 可黎阳从来就只有伤金 远未动骨 有碧尔谋划全局 跟顾剑堂联手打造 边境东线 越往后 北莽的优势就越小 等到黎阳彻底吃掉春秋 养足了气力 就该往死里 狠揍咱们这个邻居了 因此在我死前 不管结局如何 趁着太平令复出 都要打上一架 至于是跟黎阳 还是跟北梁 我现在还犹豫不决 两者利弊参半 赫连五位皇宋仆 几个老家伙 都执疑要先打黎阳 还举例说 当年赵家老皇帝 就是听了原本西的话 不惜满口鲜血 也要先咬下西蜀 再去吃掉南唐西蜀 就水到渠成 轻而易举了 太平令和董卓在内 一大批轻壮将军 却坚持先打下北梁 然后一鼓作气 吞并西蜀南兆 形成东西对峙的格局 这才稳妥 只是有了陈志豹 就翻西蜀的苗头后 南北两朝 结果就只剩下 太平令跟董胖子 仍旧坚持己见 很多人都觉得 既要面对徐霄的三十万铁集 又有陈志豹镇守西蜀 还不如先去跟 顾建堂一人而已的东线 捞取便宜 我呢 论起后宫争宠的手腕 太安城里的赵志 都得学我 但对于千禧王朝生死的大事 说出来可笑至极 其实往往都只是 凭借女子的直觉 当年在锦州 徐学子 说他只要遇上 难以抉择的头疼是 有个轻松的法子 抛铜钱猜正反 听老天爷的 该咋咋的 我难道也要抛个铜钱 拓巴 你这会儿身上有吗 中年汉子 大概是觉得荒诞 这次连摇头都省了 身板纹丝不动 在他面前没有自称阵 或者是寡人的老玉 自嘲一笑 你这只朴信子 怎就在黄河边上 大动肝火 打杀了咱们麒麟真人 汉子冷笑道 装神弄鬼 如果不是急于去北京冰原 什么仪器化三清 除去国事袁青山本人 都宰了 陛下才省心 老玉一笑置之 搂了搂身上那件 好不容易让人 从乡底翻出的老旧球子 轻声说道 朝廷应该如何 跟江湖打交道 黎阳是跟咱们北莽学的 当初让徐霄马踏江湖 吃力不讨好 朝廷 江湖 和那个背黑锅背骂名 背习惯了的徐霄 就没有一个得了好 一个手操权柄的皇帝 亲自去跟五人较劲 既掉价 也坏了口碑 不如让江湖人 争着抢着给自己卖命 才是上乘手段 不过 扶持出了几座江湖门阀 也要留心 不要让其形成伟大不调之势 一个人才背出的门阀 无异于自家后院的武器库 假使被矛头对准 自己后背 更是遭罪 马夫皱眉道 那在北莽江湖 执牛而者的道德宗 跟齐剑岳府 老夫轻描淡写道 一个拼了命求拿长生 一个拼了命掺和俗士 都有软肋 兴不起风浪 给你拓拔菩萨两万兵马 还摆不平 汉子点了点头 老夫人晃了晃酒壶 那婆娘跟慕容宝顶 藏在猪王里头的私生子 如果不是这次 在黎阳遭了大劫 被打回原形 我插些被李密碧 给蒙混过去 不过这老儿 也有他的难处 我这回就不跟他计较了 怪不得以前 瓜地三尺也寻不着 原来就躲在 我的眼皮子底下 一节柳 好一个一节柳 真是插柳就成音 有斩草难除根的本领 汉子对于这桩 涉及皇室宗亲的 丑闻密室 自是更加不会 去评头论足 他拓拔菩萨这一生 也就只对习武带兵 两世动心 美人也好 官凭也罢 都是可有可无的身外物 北蒙女帝看了眼天色 轻声笑道 以前是赵家 恨不得徐家那孩子 早死早超生 等到他没能夭折 而且认定了 那小子跟徐瘸子 是相同的一根筋 不会叛投北蒙 如今倒是乐意 挤出笑脸 等着看北梁三十万铁机 拼杀的一个 不胜的大笑话 反正他们赵家 怎么都是赚的 假如这孩子奸华一点 流露出一点点 你黎阳逼急了 我就敢叛逃北蒙的一心 也就不至于 如此心酸劳苦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这孩子 是这样聪明的北梁王 北蒙也就没什么威胁了 陈之暴多半 也不会离开北梁 有没有下一任 北梁王在西线撑着 会关系到 他陈之暴 能否一站定天下 否则赵家最擅长 卸磨杀驴 他在被当今 黎阳天子弃重 也只能老老实实 当个手中 不过三四万精兵的 羊老鼠王了 被君王不得不以重 却不为君王信赖 不是姓氏 只会是颇天祸事 这个赵家天子 什么都好 就是度量太小 还不如我这么个妇人 死心眼的徐缺子 摊上这么个心主 活该他倒霉 北蒙君神 拓跋菩萨言谈无忌 平静道 换成我是徐霄 当初白亚后 也就顺水推舟返了 一袭可见 当年风华的 北蒙女帝微笑道 所以 你永远成为不了 能让我 无素 照着三名女子 都念念不忘的男子 一个男人 偶尔的孩子气 满身的杀气 看似让人敬服的仙佛气 实则都是锦上添花的玩意儿 唯有兄弟义气和人情味 才是雪中送炭的东西 一个男人连骑马的情谊都不讲 我们这些女子 连正眼都不看一下 这个世道 从来不缺聪明人 自己不愿意活得轻松的傻子才少 徐霄 是人徒 是北梁王 也是个傻子 可惜啊 这个一直傻呵呵笑看江山的老傻子 见过了你我后 就要老死了 第142章 北梁古想 葫芦口广袤无边 临时搭建起了一座雄伟非凡的校舞台 与校舞台相距三里路的东西方向 又各有一座阅兵楼 分别让与北梁功勋老将跟文官世子 一文一武 形成庙堂大殿左府之势 其中 文楼六层 高出五楼一层 这让此时陆续登文楼的读书人 心底都有些余有容焉 楼内北梁文臣 步伐品质超群的封江大力 除了灵州新任刺史徐北之外 优良刺史都已登上顶楼 跟随金略史李功德一同平满远眺 但离李功德最近的 却不是梁州刺史胡魁 也不是幽州刺史王培芳 而是两张新鲜面孔 上英学公王继久 和原本应该去京城御史台就职的皇长 高官博代 边塞风沙破楼之际 衣袖飘摇 衬托的两位老人轻易先锋 胡魁暗律 在北梁道要比林州刺史高出半街 他相比楼中老人可谓正直壮年 早年是北梁军列举齐军统领 其中 大马营 宜满营 皆是精锐由奴守著称于世 在北梁军中战功显赫 胡魁当年不知何事 原本按部就班 便有望在五年内 将梁州将军收入囊中 在八年前 竟擅自领三百青旗 突入龙腰洲腹地 斩杀北莽折补军阵 一千两百余北莽铁骑 事后丢了官职 这才让接手列聚齐的陈志豹 有了那波天下第一等的百战斥后 力压北莽董卓的乌鸦篮子一头 不过胡魁丢官之后 众叛清离 竟是干脆弃武从文 从梁州文官造立做起 短短七年时间 竟然又给他当上了刺史 被北梁官场私下笑称为 被人尿了好几泡的死灰 都能复燃 没天理了 幽州刺史王培芳 则是纯粹的世子出身 更有过二十年戎马生涯的胡魁 一向不对付 几乎每年往清凉山 敬见北梁王 千片一律都是诉苦 胡魁这老兵痞 是如何目无法计 如何放纵不下 大肆欺误他幽州官员 跟性子乖张的胡魁 独自站在顶楼最右边不同 王培芳竟然尽不了 金瑞史大人 与两位清誉满朝野的老者 就跟一些声名在外的 学宫记下先生们 客套寒暄 说些去国怀乡的抚慰言语 聊一聊当下文坛 最快智人口的 优先怀骨诗作 其乐融融 胡魁身穿正三品 第一阶的华美功服 这位梁州刺史 没辜负他爹娘 给他取的名字 身材魁梧 在北地男儿当中 也要高出小半的脑袋 顶楼多文尘书生 尤其是世子傅良 大多身形轻瘦 愈发衬托的 胡魁鹤立姬群高人一等 胡魁登楼以后 跟谁都没有打招呼 站在栏杆边上 举目远望 黄沙滚滚 北梁一只只虎奔之师 灵河猎震 胡魁眼神恍惚 若不是当年那装祸事 他自己也该身处其中 甚至是有资格 胡魁移了一视线 望向校舞台 一只手握住栏杆 在北梁文官中 已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梁州刺史 轻叹一声 一名被上阴学宫王大先生 亲自引荐到李公德面前 魂脸书的年轻书生 姓玉鸣鸾刀 便是跟金掠使大人言谈 也不卑不亢 姓子略显书淡 让顶楼靠后位置的两地世子 都负匪其不知轻重 韦诗是太过士才傲武 玉鸾刀细域带配长刀 面如关玉 风姿卓绝 文楼在无数马蹄踩踏之下 给人摇晃感觉 许多外的世子 看到北梁铁骑的森寒君蓉 都面无血色 玉鸾刀始终神情自若 趁着黄肠在跟金掠使磋商 可否容许创建书院 以及世子结社两世 玉鸾刀默默走到胡魁身边 也未出生 两人并肩远眺杀场 两人无言两久 出人意料 竟然是位居高位的胡魁 率先开口 平淡说道 你就是那阴阳玉士的敌掌孙吧 在上阴学功求学第一日 便一鸣惊人 接连破解了黄三甲留下的 九问里的天地六问 宋家二夫子 曾做月旦萍 也评点你玉鸾刀研中待缠 鱼可解缠 入朝可平不清云 再也可继承文脉 便是咱们那雄才无双的二郡主 也对你的诗文颇为推崇 只是我胡魁之所以注意你 无他 因为你曾做梁州大马歌 四十八字祭奠大马营 我替两百六十名死去兄弟 谢你一句 胡魁一手附后 一手拍栏杆 轻声道 轻轻惶惶 狭杀野羊 梁州大马 死在他乡 好 真是好 便是我这等粗野武夫 读起来 也不拗口 仅听这两句 哪怕你玉鸾刀开口 要跟我要一个四品官 明天就要上任 我也会心甘情愿许了 马踏青草黄沙 策马杀羊吃肉 回首仍不见故乡 可能很多文人都写得出来 只是他们不愿写而已 玉鸾刀 阴阳玉士长房长孙 周岁抓究时 一手抓了一部 春秋 一手扯住了一柄 世代珍藏的绝世明刀大鸾 四岁作诗 明动天下 十四岁便独身复籍 配刀求学上英学功 举世侧目 他也是此次世子傅良中 最让黎阳朝廷心疼 并且恼火的一位年轻俊艳 为此玉士被赵家天子迁怒 在广陵道上 被打压得十分凄惨 玉鸾刀低头看刀 然后抬头望向远方 满脸温纯笑意 眼神坚毅说道 胡将军 我这趟来北梁 可不是跟你求官来的 只是想亲眼见一见世子殿下 便此生无憾了 我看不惯 骄纵王法的豪族豪伐 看不惯装模作样国子剑 看不惯兔死狗烹的朝廷 唯独看殿下顺眼 我也想亲口问一问殿下 若是有朝一日 北梁敌不过北盲百万铁骑 他徐凤年敢不敢战死沙场 敢不敢真的为 中原镇守西北大门 若是徐凤年啃点头 那将来的死人堆里 就多我一个玉鸾刀 我被书生 太平盛世求功名 乱世读书 以死为百姓换太平而已 胡逵平静道 怕只怕你们读书人眼高手低 纸上弹得一手好兵 纸下就是草包一个 玉鸾刀听了梁州刺史 这番很杀风景的言辞 反而哈哈笑道 我也怕这个啊 所以阅兵笑我过后 必要去投军 只是一路行来 见多了不似江南女子婉约的 北地家人 高大起长 性格豪迈 很对胃口 死前总要娶个 这般高挑的媳妇 才不负此生 方才不负北梁行 玉鸾刀在这儿 没有什么长辈 跟女子家里投贴时 还望胡大人代劳 胡逵不置可否 说了句更加不吉利的话 我胡逵没有别的大本事 就是收得一手好诗 你玉鸾刀 要是哪天死了 我替你收尸便是 顶楼许多世子 都在楼内站着 没资格来到郎道平安而站 见到这位御室长孙 既能到金掠使大人那边凑热闹 还能跟梁州将军胡逵相谈甚欢 都眼红得紧 听着玉鸾刀的笑声 有些刺耳 他们哪里想得到 这位名门子弟来北梁 是一心求死来了 雪花细细数数落下 有舰长驱势 北梁苦寒 只要下了雪 就彻底杀不住了 注定就是一场 不眠不休的鹅毛大雪 玉鸾刀伸出一只手 去接住雪花 她的五指白皙修长 想来若是她在富饶的广陵道 不论抚琴捧书 还是齐平落子 都很能让女子心疑 胡逵秀了秀 还有半个时辰 就该笑五大悦了 她本就是一等一游 弩手出身 有许多匪夷所思的 博杂记忆傍身 其中就有文器断食的本事 比起凭借经验观测天色 来判定时辰还来得精准 至于脱胎于道教 山泽通气的道理 携带棚埃挖坑燃烧 以此旺气打井找水 更是北梁军 必须精通的旁门功夫 徐家铁骑在春秋出定时 之所以让肇事忌惮的寝室南安 确实不是没有理由 徐骁麾下不但猛将如云 精于旁门左道的散仙 将人 一样让黎阳其余几位大将军 难以望其向背 胡逵突然伸手指向校舞台 意气风发 笑着说道 玉链刀 半个时辰以后 不妨睁大眼睛看一看 那儿会有谁 你便知道 北梁三十万铁骑 是否扛得住北芒百万七 西边的五楼 递了纹楼一层 这让一大帮子 被黎阳朝廷 骂作北梁老匹夫的年迈五人 都不约而同聚在一起跳脚骂娘 都说肯定是他娘的世子殿下的馊主意 否则大将军 才不至于如此打他们这些部下的老脸 北梁山头伶俐 除了燕文鸾和钟鸿武这两个老军头 再就是 虽说陈之暴一系青壮将领 去得七七八八 离开北梁到了西蜀 但往上一辈的功勋老将 许多跟陈之暴关系不浅 大多有杂号将军在头上顶着 只是拖家带口 也不至于老来生世 跑去人生地不熟的西蜀 再起炉灶 选择留在北梁 除了这三座山头 还有大将军义子一脉 以及诸多从齐军部军副统帅退下来的老将 这些老将军 比起受封杂号将军的那一波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北梁军中仍是枝繁叶茂 根基深重 五楼原本也该是像文楼那般 暗资排辈 为高者占高楼 只是今天却有些反常 缘于一个驾牛车出关的 林姓独臂老头 不愿登楼 许多跟林老头 有生死之交的同龄家伙 也就懒得去楼上显摆威风 围在莲子营第一任 统领的林斗房身边 别看林斗房 跟随徐家到了北梁后 就辞官归义 当了小二十年 岌岌无名的田舍翁 只是谁不知道 林斗房跟大将军 那真是过命的交情 何况差点就成了亲家 加上当初老族 恭送世子入京 林斗房也出现在梁州城外 那会儿 牛车老人 跟上任幽州将军 紧着孤 周康 以及手握大半 白羽旗的统帅袁南亭 也都身在其中 林斗房当年在 徐家军的人员本来就好 不当官以后 没了官场上 难免伤和气的青亚争斗 此次出山 就显得更好了 哪怕是当年 一些不熟的老将 也都乐得来叙道几句 连从布军副统领 这个高位退下来的刘元季 以及去年才腾出屁股底下 那个齐军副统领位置的玉铁山 都不例外 这么一帮战功宣赫的老家伙 有资历 有功勋 有家底 说起话来 尤为口无遮拦 比起文楼那边的 文州州酸气冲天 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 刘元季这会儿 就在破口大骂 那世子殿下好生不懂事 五楼高五层也就罢了 竟是比文楼还要第一楼 这不是有意 让他们这不为北梁 打下江山的老家伙 难堪吗 刘元季退位有些年数 又是个出名的急躁性子大老粗 听着他的骂骂咧咧 周围无一例外 都配有一饼饼老旧 两刀的老人 都会心而笑 才离开北梁郡 不到一年的卫铁山 就要含蓄许多 甚至没有搭枪 刘元季一旦卷袖子骂人 那就是乡野泼妇 都要退避三社 尤其是喝酒之后 当年都敢喷大将军徐骁 满脸唾沫星子 当然少不了 被大将军气的拿鞭子抽 抽完了 就丢到军帐外头喝西北风 当时还跟老麦不搭边的老将军 也是一根筋 被大将军丢到了外头 别人拉他回帐子休息还不肯了 坐在地上继续骂 骂累了就倒地大睡 那叫一个憨声如雷 用刘元季的话说 就是 俺也不跟大将军怒气 也不敢 就用憨声 吵得你大将军 一夜睡不好觉 刘元季骂了世子殿下 足足一柱香功夫还不解气 正想要拿殿下在龙情郡 欺辱怀化大将军钟红武说事 眼角余光瞅见玉铁衫 再给他撇嘴实眼色 正纳闷的时候 就狠狠挨了一拳 刘元季给打猛了 转过头 又是当面一拳 顿时鼻青脸肿 刘元季终于看到 是林老头这老王八出的阴招 刘元季七步打一出来 马上就还了林斗坊脑脑袋上一拳 怒骂道 姓林的 老子想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年是怎么跟安老刘说的 口口声声 要跟我一起杀北蛮子 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分不出大小 就说 谁杀蛮子多 谁做大哥 你他娘的到了北梁 就当缩头老王八了 还有 当年你跟南汤公主打算私奔 是谁给你把风的 咋的 我骂几句那不懂事的狮子殿下 爱着你林斗坊了 关你卵事 你一个胆小鬼 躲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二十年没摸过刀了吧 你凭什么跟老子称兄道弟 两个老家伙 马上被身边各自老人拉架拉开 趁着刘元吉骂人的这个空档 被往后绑着拉去的林斗坊 又踹了刘元吉好几脚 怒气冲冲道 刘三 你跟我那些事 就是糊涂账 欠你的 老子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皱下眼皮子 老子就是你孙子 你他妈的 别扯上咱们狮子殿下 好 你妈殿下 那我带问问你 当年你那么多次 被大将军抽鞭子丢到外头 是哪个孩子偷偷摸摸给你拿好酒喝 是谁听你讲那些翻来道去的狗屁故事 一听就是一整晚 当年是谁亲口跟我林斗坊说 大将军生了的好儿子 还说以后有几个女儿 都一口气下给那小子当媳妇 刘三 好你个刘三 当上了布军副统领 就觉着了不得了是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儿子 侵占好几座官家盐厂 何止日入斗金 别说盐护 连官府假事都敢杀 你刘三厉害 剩了三个比殿下还厉害的儿子 殿下也不过是在青州 杀尽安王赵恒的骑江 杀北莽的提兵山第五河 从不敢杀北梁百姓 刘三 你信不信 我这就去跟大将军要个官 什么都不敢 就专门杀你那几个 喊我义父的王八蛋宰子 被一口一个刘三的老将军愣了愣 随即怒法冲冠 瞠目骂道 放你的狗屁 姓林的 你给俺说清楚 谁杀盐护假兵了 我儿子做不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林斗坊不知哪里来的气力 正脱开为铁山数位老人的拉扯 又给了刘元祭面门一拳 全北梁都知道 就只剩下你个老眼昏花的傻缺不知道 五楼底层内 瞬间寂静无声 刘元祭环是四周 玉铁山仍是平静无言 许多老人都躲避这位刘老三的眼光 刘副帅终于嘴唇颤抖不止 挥了挥手臂 不要人搀扶 一屁股颓然坐地 大口喘气 林斗坊游自欺不过 就要踏步上前给上刘元祭一脚 好在魏铁山赶忙死死抱住 这才好不容易拦下了一手打造出莲子营的老人 楼内这等光景 实在是能让外人目瞪口呆 林斗坊深呼吸一口气 拍了拍魏铁山的手背 后者缓缓松开手 林斗坊坐在刘元祭身前 相断坐 转头望向楼外飞雪连天 轻声感慨道 刘三 还有老魏 咱们这些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家伙 总念叨着是自己 帮着大将军打天下手江山 我知道 你们也不是一位老马恋战 贪慕富贵 其实对你们来说 子孙可以衣食无忧 其实就差不多了 再多些 就是当年拼死拼活攒下来的福气 以为这也是子孙该的福分 你们啊 心底最怕北梁 忘了你们以前做出的功劳 怕给人忘了 可你们如此 没吃过苦头的子孙们 也就有恃无恐了 原先再好的苗子 也得被你们宠坏啊 殿下那些年不务正业 楼内诸位谁不气 我灵斗房就气得不行 当年大将军 亲自去我家田地里探望 我从头到尾 都不乐意转身见大将军一面 可是咱们将心比心 殿下这两年做了什么 黎阳那边不承认也就罢了 你们又不是睁眼瞎 会不知道真假 咱们摸着良心说说看 殿下父亲 可曾给北梁丢脸了 湘凡城 广陵江 铁门关 北莽若水河 再加上泰安城遇到上 楼内谁坐得到殿下坐的 你一个连儿子都管不住的刘老三 还是越上年纪 就越喜欢倒降胡当 和适老的老为你 还是你这个这些年 只顾着赵扶门升官路的寒退之 灵斗房收回视线 望向刘元晋 刘三 大将军不欠我们什么了 殿下更是这样 咱们是打下了天下 可守北梁的事 咱们既然做不来 想做也做不好 那就老老实实交给文楼 那些家伙好了 文楼高过五楼 又如何 春秋九国 看清咱们徐家铁骑的明清重臣 还少了 咱们都已经让他们吃了大苦头 若是你们担心 子孙被人瞧不起 就让他们自己去闯一闯 而不是借着 你们这帮老头子的功劳 作威作福 大将军有句话说的操 但有道理 谁家的儿子都不是生下来就应该吃苦的 也不是就该享福的 别的地方他不管 可在北梁 多大本事 吃多大的苦想多大的福 所以说 刘三 如今是咱们欠徐家的了 咱们也许不欠什么 但是你们子孙们欠下了 欠了很多啊 林斗坊拍了拍刘元季的肩膀 然后站起 弯腰 搀扶他起身 帮着刘元季拍去胸口几个 被自己踩出来的斜印尘土 刘元季突然咧嘴笑道 娘的 姓林的 俺只赏了你一拳而已 再看看你 好几拳好几脚 林斗坊笑道 早说了 我比你有本事 你不服气不行 要不是还念着旧情 方才就使出看家本事的撩阴腿了 刘元季搂着林斗坊的肩头 本来想嘴上骂几句 可碰到那一节空荡荡的嗅管 就不说话了 当年还是他刘三咬着 牙帮老兄弟包扎的伤口 当着姓林的兄弟没好意思 出了军帐 才敢蹲在地上乌叶 那滋味 仿佛比他自己断了胳膊还要疼 刘元季清楚记得那年 林斗坊断了胳膊 大将军也重伤 那个孩子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始终脸色发白手在军帐外 结果一脑一小并排 靠着军帐首页 刘元季 林斗坊 玉铁山 韩退之 四位老人一起并肩 走到五楼门口 大雪纷飞 虽然不复见黄沙果铁甲的景象 但是举目望去 那条河水本就结冰未曾解冻 冰河再往北 竟是白雪压黑甲 十万步骑北梁军 东西方向分成两个巨型战阵 中间流出一线路径 白与其统领袁南亭 得以临近冰河附近 高坐马上 此外还有莲子银 大马银 这孤银 仙登银 这些老银新银总计三十六 悉数一字排开 气焰尤为雄壮 小雪银有弩手标长 李翰林 位置稍稍靠后 配刀父母 摒弃宁神 身边是众童子陆斗 两人一同望向那座校舞台 眼神炽热 校舞台上空无一人 除了一家巨大战鼓 便也算是空无一物了 战鼓未泪 对北梁假事而言 最是熟悉不过的号角 南北向都有十阶的校舞台 终于缓缓露出 一座小山般的身形 北梁都护楚露山 二十年来 首次披甲现世 楚露山在校舞台正中 稍稍靠左位置 主刀而立 北梁新任齐军统帅 天下齐战第一的白雄袁左宗 与那早就扬名立万的步军 统领燕文鸾大将军 一左一右 同时走上校舞台 主刀而战 袁左宗本 就是世人皆知的 玉树临风美男子 此时批中甲握梁刀 更显得气势惊人 燕文鸾如果只论身高体型 远远输给北梁都护和齐军统帅 燕大将军身材矮小 比起江南男子 兴许还要矮上几分 而且早早就在战场上 为流史射瞎了一眼 这个不高不壮的男子 曾拔剑吞眼珠 继续再战 西磊必一战西楚复国之前 兵胜叶百魁 无敌于春秋九国 只有燕文鸾的步军 能跟叶百魁的大几军 打了个平手 后送西蜀两国 不宜徐家 齐军驰骋 亦是他燕文鸾立下的汉马功劳 他燕文鸾站在那里 天下谁敢小却 然后是不起两位 跟流元继位铁山 一同担任多年副统领的陈云锤 何仲呼 接下来是两位新任副帅 南唐将领第一人顾大祖 把持幽州军权十多年后 升任齐军副统领的周康 以及紧随其后的梁州将军石福 幽州将军黄府秤 灵州将军韩劳山 只是 为何不见大将军 不见北梁王 最后由黑衣赤足的徐龙象 带着齐玄针坐下黑虎 步入校舞台 楚禄山 袁左宗 燕文鸾 陈云锤 何仲呼 顾大祖 周康 石福 黄府秤 韩劳山 十人主刀 一字排开 当这个带着龙象铁骑 一路碾压北满南朝 庶座军阵的徐家赤子露面 一声悠扬悲凉的号角 响彻天地 徐龙象一步一步走向那架 一人半高的战鼓 北梁古响 曾经最想想于春秋西磊壁 北梁军阵后方 有八百凤子营 百马百甲 当一名头发绘白的年轻人 换上一身王朝藩王 才可穿戴的玉白蟒袍 配刀提毛上马之后 一位老人为其牵马而行 通提雪白的战马 缓缓踩踏出几丈外 驮背老人松开缰绳 直了直腰杆 轻轻拍了拍马头 然后欣慰笑道 去吧 这一骑在两军战阵中 率领身后八百凤子青骑 在漫天飞雪中 纵马飞奔而去 老人望着那一骑的背影 双手插袖 笑得合不拢嘴 徐龙象开始泪鼓 鼓响如雷 滚走北梁 那一骑 并为马蹄踩踏在结冰河面上 而是连人带马高高跃起 铁马跃冰河 伴随鼓声过河之时 男子手中斜体铁毛 猛然插入冰河 整条冰河碎裂不堪 身后八百七亭马后 刚好填满了那一线 只配有一柄 北梁刀的猛袍男子 在笑舞台前下马 沿着石阶走上 站在最中央 然后握住刀 猛然喝道 北梁 抽刀 北梁都护出路山 不再主刀 抽刀 燕文鸾元左宗 陈云锤等九人 也几乎同时抽出北梁刀 十万飞雪压甲 仍是纹丝不动的北梁郡 也抽刀 乱雪更乱 抖落了满身积雪的铁甲 愈发气势惊人 北梁铁骑甲天下 北梁古想天下文 北梁有新王徐凤年 第143章 帝王相逢风雪中 这次北梁大跃 恐怕是二十年来 徐家入主北梁后 最简洁最短暂的一次 但也是最为群将会催人才鼎盛的一次 五楼一杆功勋老将 都看得几乎老泪纵横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 军心凝聚之难 军心就如人之魂魄 一旦没了 就在南昭魂而返 就像刘元祭 不管如何痛骂世子殿下 何尝不是 在忧心他们辛苦打下的基业 在被黎阳被赵氏糟蹋殆尽之前 就已经给败家子挥霍一空 更功力心思一些的 诸如寒退之等人 也怕新王不能服众 别说新服就连口服都做不到 那他们难道真的要举家搬迁 到仇家遍地的中原 被赵家一点一点秋后算账 赵家天子开心了 就打赏点残羹冷治 不开心了 就拎出来割下几颗头颅 来收满人心 所以当身穿天下 独此一家玉白蟒袍的世子殿下 马月兵和 到了校舞台 喊出抽刀两字之后 北梁十万家世 共同拔刀出鞘 所有人其实都心知肚明 徐凤年将会是那 名正言顺的北梁王了 于是 那这些老人也就心安了 甚至会想 大将军没能一举北上踏破北马 那么 在那个年轻北梁王手上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了这份本就魂牵梦宁多年的念想 那他们就舍不得死了 也不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着自家将种子孙去破罐子破摔了 其实许多老人 不是真的年老痴呆 像刘元季这样 真的看不见子孙为货 而是信不过徐家香火传承 能够在当下 多捞些徐家家底入自家兜里一些 又何妨 不过从今往后 就得重新好好谋划了 五楼还算没有太大波折 毕竟大都是见惯了战阵厮杀的老家伙 文楼那边的外的世子们 可就真是战战兢兢了 以前也就是听说什么北梁铁骑战力冠绝黎阳 至于怎么个强大 心里没谱 若是那些出身烟斥广陵两道的读书人 或多或少见识过两位藩王带兵的手腕 更是不太信 北梁战力就真能超出一大截 可当亲眼看到 黑压压一望无际的铁甲截阵 哪怕是登楼远望 那种森冷气息也让人窒息 尤其是十万甲氏 一同梁刀出窍时 仿佛天地风雪都不得不为之停滞 楼内大半人物都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 而且 先前有好事者 一一到出校舞台上的将领 各个名字如雷贯耳 当那识人并肩主刀力 让人再不相信什么北梁青黄不接的鬼话 校舞台上那份无言的威严 让文楼众人不禁自问 辞去兵部尚书的顾建堂 打得过北梁铁骑 藩王之中 仅次于徐骁的烟尺王果真 能够抗衡 就算那一骑突出的蟒袍男子 此生都站不到他父亲的那种高度 可只要他徐凤年坐拥三十万精锐 当真是谁都能欺负的 玉链刀没有这些乱糟糟的思绪 他只看到了那一袭与众不同的蟒袍 看到了他跃马至毛兵河中 看到他实践登台之时的缓慢步伐 手指在明刀大链刀柄上滑抹的玉链刀 突然觉得 似乎没有必要去询问什么了 一个时辰的阅兵之后 人人凉刀归巧 蟒袍男子就随之消失了 五楼那边 由大将军燕文鸾去打招呼 品质相当的袁左宗 虽然既是大将军一子 又是齐军统帅 不过仍是走在燕文鸾半个身位之后 仅是跟春秋南唐名将顾大祖并肩而行 资历人望居是不足的黄甫平 则落在最后 显得有些形单隐之 跟不远处的老幽周将军 锦哲姑 周康 更是没有任何言语视线的交集 不过既然此人已经在校舞台占据一席之地 就在没有谁敢存心跟黄甫平在台面上较劲了 至于暗地里的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肯定不会少 关键还得看黄甫平 何时才能顺利吃下幽州军权 文楼则由北梁都护储陆山登楼 当那些外地世子 看到储胖子在楼外翻身下马 都吓得半死 也都察觉到 哪怕是金略师李公德这样的正儿品封江大力 见着了这尊吃人不吐骨头的大魔头 脸上笑意也有些牵强 文楼内也就王大先生 可以做到神色如常 黄肠这种出自黎阳的古耿文士 则干脆眼不见心不凡 避而不见 披一身重甲的楚路山登楼时 这栋新楼也歌之作响得厉害 让人忧心阶梯是否承受得住 这一人一甲的重量 好在这个壮硕如山的肥猪登上五楼 就懒得再浪费气力上楼了 见过了下楼到第五层的胡魁 相互点头致意 瞥见了梁州刺史身边的玉栏刀 这位北梁都护就打道回府 等到楚路山终于上马离去 世子书生们如释重负 如果说以往世子殿下的恶名昭彰 不过是在北梁境内做顽固行径 那么楚胖子的恶名渴 就是令人发指了 割乳包皮 开炉倒酒 哪样不该遭受天谴 可这头肥猪仍旧笑嘻嘻乐呵呵 当上了北梁最大的官 真是祸害才能一千年啊 楚路山回去途中 召来了由奴手李汉玲和陆斗两人 一人是世子殿下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 一人沾光 那马上要与徐家结为殷亲的青州路家 都不能算作寻常的北梁假事 楚路山挥散身后 十几其心腹互从 只带着李路二人走到冰河畔 冰块已是碎裂 楚路山扯了扯甲咒内的棉布衣领 望向河中 久久没有出声 把清凉山王府 当成自己家的李大公子 跟楚路山打交道不算少 只是当上经常要与北忙马篮子 一名换命的游奴手后 回头再看这个当年把碧炎欢的胖子 就多了几分敬畏 就很难再像以往那样 没心没肺开玩笑了 不是不想 而是尾时不敢 唯有切身感受过战火硝烟 跟数百敌军接触战都会生死一线 才知晓 这个轻轻松松千骑开蜀的三百斤肥猪 是何等狠辣伶俐 在北梁军中 公认万人以下的战役 不管如何险境残酷 陈之暴都可以做到战功最大 袁左宗可以做到战损最少 而眼前这个文采才华 全被赫和兄弟遮掩的胖子 则可以做到最快时间让战事落幕 楚露山曾经在北汉坝水一役中 在短短半个时辰内 吃光北汉精锐三千人 几方两千部组死了一千八百人 这类血腥战士 在楚露山手上不计其数 相传楚露山带新兵时 都会说一句恭喜大伙 要么明天就死了 要么后天当上 都未滚去别的地儿享福 徐潇峰将裂土后 身为一子的楚露山 只在前五年在边境上领兵 之后就离开边赛 然后就很少有人 能记起这么一头肥猪 率先登城插旗的次数 在徐家将士中位列第一 至今仍然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 楚露山想了想 终于开口说道 有些事 还是让北梁王亲口跟你说好了 当徐凤年穿上藩王蟒袍登台 意味着北梁就已经在今日换王了 这当然严重不合理杨宗藩理智 可靠着徐家才坐享江山的肇事 敢说一个不字 就算你赵家天子吃饱了撑着 要问罪北梁 那也得问过了北梁刀才行吗 被骗去南朝 又差点被绑去冀州的李汉林蹲下身 捧着头盔在怀里 咧嘴笑道 大致情况 大月前墨将那老爹 被逼问得知之无无 墨将不蠢 已经猜出七七八八了 李汉林继续笑道 年根那些这话 我不爱听 别以为当上北梁王 就不是没出戏李汉林的兄弟了 没这样的好事 反正这辈子 我打定主意 就跟着年根混吃混喝 万一被我混出了名堂 他敢不给一顶天大的官帽子 看我不跟撒泊打滚 楚露山伸出一只手掌 揉了揉李汉林的脑袋 笑道 当有奴手是好事 可别死啊 否则就是殿下拿我这个北梁 都护出气了 汉林 你我是自家兄弟 我就把丑话说 前头了 你小子敢死在你老爹前头 我就敢拿你爹出气 李汉林站起身 呸呸呸了几声 白眼道 都护大人 别仗着官大说灰气话 楚露山大手一挥笑骂道 死小子 归你的 李汉林很不客气地一溜烟跑走 天生异象众童子的路斗不忘行礼告辞 楚露山看了眼东方 一路东去 就是那座天下手上的泰安城了 冷笑道 好大一块肥肉 楚露山低头走向战马时 发出一阵节节笑声 吃肉什么的 咱们胖子最喜欢了 边关风雪中 两架马车终于碰头 马夫分别是才成为北梁王的年轻人 与那北莽君神的拓跋菩萨 乘车男女 可想而知 是何等人间至尊的身份 北莽慕容女帝 就梁王徐霄 马车同时停下马蹄 徐霄连北梁当之无愧的 五道第一人徐衍兵都没有烧上 只带上换了一身 普通衣式的嫡长子 说到底 仍是两辆马车 两人对两人 徐霄弯腰掀起帘子 跳下马车 对面马车内的老玉 很默契地同时下车 徐霄斜眼瞥了一下 五平第二的男子 望向山山而来的老妇人 嘖嘖激笑道 慕容 当年那么惨 一个没脸没骚 哭着喊着 跟我要饼吃的女子 可比不上你的架子 老妇人披了那件老旧球子 没戴雕帽 任由风雪打在沧桑脸旁上 听着徐霄的挖苦 也不反驳 笑意盈盈 这样的模样 在偌大北莽南北两朝 能让人活生生 瞪出一双眼珠子 徐霄冷哼一声 有屁快放 老子没心情 跟你喝风吃雪 老妇人伸手拢住 额头雪白头发 笑道 老瘸子 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姓慕容 不叫慕容 徐霄几眼道 老子哪里知道 以前不知道 以后还是不知道 老妇人也不恼火 走进几步 柔声道 你们终于原春秋 有十大毫法 其中两个父性 如果我没有记错 可都是栽在你徐霄手上 不记得了 他们都给你吃了 徐霄啊徐霄 你真是老了 好在你这辈子 也就没有俊过 年轻时候是如此 年老就更难看了 徐霄黑黑道 我一个爷们跟女子 比什么姿色 再说了 你以为在辽东那会儿 你就好看了 你跟我媳妇比 差了十万八千脸 也就北莽那老色胚 当年猪有萌星 加上瞎了狗眼 才瞧得上 你这种身段的丑娘们 老妇人仍是半点不生气 微笑道 我年轻时候 好看不好看 各花入各眼 不好说 可真的不算丑 何况女子年老色衰 有可金钗鞋利小蜻蜓 只是谁姓 人间上少年呢 徐霄 你说是不是 徐霄双手插袖 打了得哆嗦 嘲笑道 酸 真酸 老玉松开辅住额头的手 双手摊开身前 低头看了一眼 然后抬头凝视了一眼 徐霄脸上的老人般 平静说道 咱们都老了 我难看了 你也驼背了 就别非要争出个高低了 我呢 这辈子就读读书 在胜负心太重 输给了自己而已 是不好 你太念情 也不好 就算早已未及人臣 也照样活得不痛快 否则肯低我一头 来北莽 哪里需要看谁的脸色 你应该知道 就算是我 也不会给你脸色看的 徐霄扭头重重 涂了口口水 在雪地里 北莽女帝一笑直直 说道 没什么大事要跟你商量 当年在辽东 想说的话都说清楚了 这趟南下 就是想趁着你没死 见一见还活着的徐霄 想说的就一件小事 我才下定决心 等你死后 先打探你们北梁 再顺势南下 最后 将泰安城复之一具 就当给你上坟烧香了 这是赋予三言两语谈笑中的小事 恐怕连黄龙山和赵家天子 以及张居禄顾见堂听到了 都要觉得太贪娘的 华天下之大击了 徐霄眯起眼 冷笑道 那北梁等着你们就是了 可别到时候 反过来被北梁铁骑 一路砍瓜切菜 杀到你的老窝呀 老鱼一手捧腹轻声笑 抬头望着飞雪 辽东分别 身上这件球子 是你用二十两银子买下的 我当时两次回头 都只看到 你徐霄的背影 试不过三 就不愿意再转头了 有些时候就想 是不是再回头一次 就看到你转头做鬼脸了 徐霄转身静止离去 平淡道 不会 一驾马车 先行掉头远去 南下消失于北地沉重飞雪 老夫人驻足原地 沉默不语 当那马夫正要开口劝说之际 只听到这位北忙女帝怒声道 闭嘴 老夫人双手捧面 看不清她表情 风雪雾液 如女子气宿 老夫人松开手 抬起纤细臂 理了理两边双白并脚 低声笑道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笑她像之丧家犬 南下马车 徐凤年缓缓驾马 闲来无事 往嘴里塞了一块血 身后徐肖跟她讨要 徐凤年没搭理她 徐肖揉了揉脸颊 笑道 带着儿子 来见一个四目老爹的老娘们 是不太像话 徐凤年没有作声 徐肖伸出手 轻轻放在徐凤年肩膀上 也没有说话 学久过后 徐凤年语气坚定道 我扛得下 第144章 睡了 成功世袭罔替 就意味着 黎阳王朝出现了一位新藩王 除了策立太子 以及新帝登基这两件 就再没有什么大事 比得上这个了 何况这位藩王还是北梁王 不光是梁州 幽灵梁州 也都张灯结彩 激进疯狂 气势由盛元宵佳节的灯士 以此来讨好新王 尤其是那些豪横家族 都在暗里较近 谁家灯笼更大更多 感觉像是谁家胆敢挂少了的话 第二天就得被告密 然后拉出去砍头 不断攀比的结果 就是不缺银子的门户里 喜庆的大红灯笼 越挂越多 多到让人满眼通红 深感腻味 清凉山王府 倒没有如何可见闹腾 灯笼是临时天挂了些 却比往年过节 都要简陋许多 不过府上管是仆役 都满面春风 走路都轻快了几分 这些人自是打心眼欢喜 谁不惜府上新当家的 有份大出息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啊 如果王府新王阵不住北梁 沦为客大七主的境地 王府上下 也就没啥滋润日子过了 徐家父子从边关大越 返回梁州城后 可以经常看到的改口称 梁王的年轻家主 带着大将军在府上散步 眼间欣喜的人 就偷偷扳手 只算着两位未来王妃 谁陪伴那父子二人的次数更多 后来就干脆不去计较了 因为青州路姓女子的次数 屈指可数 输给那位女文豪的王东湘太多 倒是时不时撞见路家千金会 帮忙二郡主推动轮椅 只是两者相比 孰轻孰重 府上众人怎会拎不清 而且心底 他们也不太喜欢 那个身居俭出的陆氏女子 满身铜袖 不就是仗着家里银子多 才侥幸跨过王府大门吗 林全当年也就是个扛齐的马前卒 一切还不都是大将军 施舍给你们陆家的 清凉山有浅派林立婢女 伺候两位年轻女子 长久以往 在王东湘院落做事的婢女 就瞧不起陆成燕院子里的丫鬟 而陆院里的王府丫鬟 又有了内讧 开始用斜眼看待那几个路架 捎带禁府的外人丫鬟 自古而然 女子一多 就哪儿 都是浑水江湖了 从边境回复小半旬时光 今天徐家两辈人 除去练兵演武的黄蛮 都聚在听潮湖上的凉亭里休憩 比以往也多了王出东路成燕 这两位即将嫁入徐家的准席 加上坐在轮椅上的徐卫雄 又缺个徐龙像 此消彼长 就有点阴盛阳衰的味道了 不过看得出来 徐霄的气色极好 神采异议 想必是对两个儿媳 都顺眼满意的缘故 一个财情享誉朝野 一个天生持家有道 重要的是 两女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迹象 因为一个是完全不懂 一个是聪明到不去做 儿子有他们把守候宅 出不了乱子 也生不出清官难断的是非 离经叛道 擅自卸去梁王身份的徐霄 懒洋洋靠着亭子红七郎柱 听着徐凤年跟王大家的疑问一答 俏皮斜去 让老人笑声不断 王家小丫头说半句 问君能有几多愁 徐凤年就补上恰似缺钱买那绿衣酒 王出东笑眼眯成一对月牙 问了 默然回首 徐凤年就打那丝在爬树 女文豪说那 一代见宽中不悔 已经贵为黎阳最大藩王的年轻人 就笑着说去给寡妇挑钢水 而那位安静坐在轮椅上 比王出东 还要更文豪一大截的女子 嘴角也有了些不易察觉的温暖笑意 豪华家是精心浸润出的 抬手遮拦 只是眼力再不好的人 也能分辨出王出东的位置 很自然而然地靠近徐潇徐凤年父子二人 陆成燕却只能有意无意 偏向掌管一院子披红女汉林的二郡主 徐潇笑道 娘儿 你送一送成燕 我再给你姐 还有出东唠叨唠叨 徐凤年恩了一声 跟文言起身的陆成燕 一起走出亭子 只是一路行去院子 两项无言 陆成燕嘴唇铭起 跟在他身后 等到在院门口转身时 他已是笑颜相向 徐凤年欲言又止 犹豫了片刻 轻笑道 你记得多出门散心 总闷在家里不好 北梁不比江南风景泥泥 不过咱们北地也有北地的独到景致 不亲自骑马去看一看 可惜了 我本来该陪你 只是如今事物缠身 背懒不得 而且很快就要出门一趟 去西北那边 收拾二十来万代最流民的烂摊子 要是回来的时候 你还有心情 我带你去武当山走一走 陆成燕由衷开怀后 眉眼泛妻妩媚 才脱口说出凤子 就赶忙 把那个李当 紧随其后的黏字 硬生生验回肚子 柔声道 北梁王 不用这么客气 徐凤年屈指做了个 要敲打他额头的手势 一脸无奈道 你凭良心说 谁更客气 陆成燕翘了翘嘴角 徐凤年笑着转身 再转身 果然看到他双指拧袖 站在门口没有挪布 朝他挥了挥手 这才离去 徐凤年没有再听潮湖看到徐 就走向一只冷冷清清的王菲林 清清走入这座外界 都说是崇门列挤 高过藩王的陵墓后 伸手划过一座座 姿态森严的石像生 镜头有一位驼背老人 协作墓碑之前 陵墓内古树极少 北梁都传闻 是由于女子剑仙的娘亲 剑气太盛 便是他去世了 仍留有女子剑仙的雄魂气象 所以 原本古树苍苍的王菲林 没能剩下几株 徐凤年在年少时 听说成仙后 然后就被素来不信鬼神的 师父李一山 骂得狗血淋头 似乎如今便是想要讨骂 也没人骂了 以后就更没人敢骂 他北梁王徐凤年了 徐霄听到脚步声 笑着说了句来了呀 就再没有下文 此时此地的一家三口 他站着 徐霄坐着 北梁王菲躺着 徐凤年没有流露出 什么悲痛神色 仅是默然站在杯前 初春时分 古树之头有了嫩黄浅绿 徐凤年走去树下 伸手摘下一片树叶 吹了那只小时候娘亲教她的春神谣 若是哼唱出言辞的话 那么大概意思是说 有个香野女子离家下山 见着了一位心仪男子 一起摆手 勾楼老人闭上眼睛 听着再熟悉不过的小曲子 一只手悠悠然在膝盖上打着拍子 一曲小摇完毕 父子又是默然走出陵墓 徐霄突然说道 娘 你可以让黄蛮回家了 徐凤年咬住嘴唇 停下脚步又迅速跟上 点了点头 泰安城 仍有元宵灯士过后的余韵 街上游人如知 宫内 当掌印太监韩生轩暴毙于皇宫后 接任成为大内首患的大雕寺宋唐禄 年轻到足以让人感到可怕 降服原年宫内城门贴春仪式 都出自他手 滴水不漏 原本在十二间人员很好的他 在辞去内关监后 专心处理司理监掌印太监所负有的职责 跟许多敖资历 熬到雕寺称呼的年迈大太监 也逐渐疏远 以至于那个当初赐下名字的师父 宋唐禄也未曾去春节拜年 既然进宫尽身当了宦官 尊师必须远胜尊父 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宋唐禄辛苦攒下的口碑名声 也就如仅此一次的铜落湖中水 滴滴答答 总有落完的一天 不过看上去聪明至极的宋唐禄 对此毫不在乎 今日小心翼翼跟着一对父子 前往那座高楼 晴天间 是一个每逢几年 就要传出几句称语的地方 而这些直言片语 无意不是被郑重其事 写在尼金符纸上 装入一只被赵家 传承百年的古旧黄泥盒子 最终交到沐浴更衣后的皇帝手上 看完之后 皇帝还需亲手燃烧成灰 宋唐禄当上长应太监后 一个时辰前 是他生平第一次 从晴天间捧回泥河 然后陛下 救命无表情赶往晴天间 可半军竟是有些年月的宋唐禄之道 自打他见到陛下后 就从未清晰察觉到 这位九五至尊如此开心过 这次前往那栋高楼 陛下喊上了太子殿下 在楼外 一行人高高低低牢牢又又 参差不齐 老监正死后 接管清天间的 竟然不是那身旺足够的窃胡大人 而是一个幼灵志童 以往被老监正逆称为小书柜 清天间内外也跟着就喊得顺嘴了 忘了这孩子的原名 除了本该是私塾蒙学年纪的监政 和德高望重的窃胡宋玉金 还有个石下京城炙手可热的新贵人 一身带子道袍的清城王吴灵素 如今这位除徐霄之外的一行王 已是北方道门的道手 与赵丹萍同为羽衣倾向 再没有人嘲笑他的一行王 名不负实 尤其是黎阳大举灭佛 浩浩荡荡 北方佛门经历了一场灭顶之灾的浩劫 吴灵素不负黄命 亲自到两禅寺 给正门贴上了那一纸封山符路 北地大小万千座寺庙 生死存亡都尽数操于吴灵素之手 南北两道手 哪怕龙虎山天师府 两大真人飞升 在处理南北交界的广陵道佛四仪式上 吴灵素依旧咄咄逼人 龙虎山竟然只能步步后退 在天下人众目睽睽之下 与天子同姓的天师府皇子贵人 可谓灰头土脸到了极点 青天间有面圣不贵的殊荣 看着 就像得到真人的清城王吴灵素也有 这份待遇 不过他看到皇帝陛下跟太子殿下后 仍是毕宫毕竟跪了下去 青天间几位原本都遵循常理 站着作一便是 结果看到北方到首都这般做胎 只好也跪下叩胜 唯独小监政始终没有屈膝 赵家天子不生气 反而很高兴 太子赵传还快步上前 捏了捏小孩子的脸颊 绰号小书柜的监政大人有些懊恼 天子见状开怀大笑 脸去笑意后 率先入楼 到了顶楼的通天胎 太子赵传在 需要架梯子 才能拿到上方书记的书柜前闲逛 吴灵肃跟宋玉京小心相伴 不过太子殿下是太安城出了名的 好说话好脾气好心肠 吴宋两人倒是没有太过拘谨 当太子笑话说 他就喜欢闺女多些 询问曾经以防忠树 献媚京城青史名臣的吴灵肃 到底有没有法子 投胎不生儿子生女儿 这让青城王瞠目结舌 不知如何作答 性格古板的宋玉京会心一笑 心想太子殿下真是不减赤子之心 数为不义 有如此的储君 必定是本朝大福 楼外有一条81块汉白玉打造而成的摘星路 突兀横出阁楼六丈远 赵家天子跟小尖正前后 走在洁白无暇的天地横梁上 眉目灵气的孩子 对于这个做龙女家天下的中年男子 似乎没有什么畏惧 而皇帝也丝毫不介意这点小事 天底下为他当牛做马 自当为狗的人实在太多了 有一两个不怕他的 又不对他有任何威胁 不是坏事是美事 而天下半点不怕他的 近得有这个小书柜 远的吗 不谈北莽蛮子 黎阳朝野一只手手的过来 而一手树木里 能让他忌惮的又是只有一个而已 然后这个家伙马上就要死了 他如何能不想笑 捧腹大笑 赵家天子身处一指 指向王朝西北 然后缩回握拳 弯腰捧腹 却压抑着没有笑出声 眼光直直望向一座大殿的屋顶 在那里 曾经有三个人喝酒润英雄 一起造就了如今黎阳王朝的宏图霸业 结果都是死人了 死得好 最老的那个 不死 他就无法登基 那个秃驴 死在了铁门关 死得其所 不过死得有几分可惜 最后那个即将躺进棺材的 当年皇子夺嫡 选择了冷眼旁观 更是让他恨极 在他看来 这老家伙 死得还是太晚了 赵家天子转身摸了摸身旁 青天间坚正的脑袋 微笑问道 小书柜 你说 给他美事稳妥 还是恶事恰当 一个是稳妥 一个是恰当 半君如半虎 若是那些庙堂之上 大半辈子 都在前心揣摩地心的半虎老狐狸 立即就能从君王措辞中 咀嚼出真位了 可小坚正一板一眼说道 坚正爷爷临终前说过 咱们青天间心力一出 截胡了那两禅寺白衣僧人 用心叵测的历书 北梁王是被刺恶事 还是霍丰美事 都已无关大局了 我觉得 既然先贤有说 君子有成人之美 给美事也行吧 不过皇帝伯伯 截胡是啥意思 神情晦涩变幻极快的赵家天子 最终露出一个和煦笑脸 喃喃自语了一句 然后提高嗓音 笑道 截胡啊 是你那个坚正爷爷的 宿敌黄龙氏 第一个说出口的 想来与围棋打劫差不多 对了 小书贵 朕听说 你意气不俗 何时与朕在齐平一较高下 小书贵想了想 笑脸灿烂道 坚正爷爷教了我定式攻守 死活收官翻盘五样 钱四样我都会了 不过翻盘还不太懂 不过坚正爷爷说了 这个不用急 反正什么时候懂了 就可以喊那黄老尔 来泰安城守谈了 坚正爷爷还说 如果想让黄三甲 被捡去一甲的话 就只有两个人有机会 我算一个 看着孩子自己 指着自己的天真模样 赵家天子龙颜大悦 摘下腰间所悬一枚 足可称之为 价值连城的玉佩 笑道 那朕就不自取其辱了 玉佩赠你 送人也无妨 朕的黎阳 却是人才辈出 黄龙氏这狂人 理当老无所依 死无分种 小书柜叫憨笑一声 双手捧着玉佩 那我见过一位宫女姐姐 看了一眼就喜欢 下次还能见得她的话 玉佩送她好了 以勤俭勤政 勤勉夺魁历带帝王的 黎阳明君笑了笑 点头道 皇帝伯伯告诉你啊 玉佩得等你长大后 再送于她 然后你就有媳妇了 你放心 朕先帮你 找出了那宫女 给你留着 小书柜小吉卓米 使劲点头 春风拂面 赵家天子转身走向阁楼 嘴角泛起冷笑 黎阳按律上赐风赠嗜好 美是分文武 文字打头 又以正字牵头 一字是真中端康义等二十四字 武臣嗜好偏低 字数也少 但仍是分出了十八等 故有读书人当风二十四 和大丈夫当风十八 这两个说法 这几年死去的庙堂众臣 文臣居多 这些老人虽说不至于 夸张道火风正真中端几个嗜好 但在世人看来 文康文艺总是跑不掉的 像那宋家两夫子 以及历经三朝的青党魁首 上驻国路废池 都在此列 可惜这些家伙都晚节不保 虽在二十四之列 嗜好却极低 反倒是当初家族 声望远训送路的江南道 琳琅满玉的卢家 有望摘走这几个 大美之事中的两个 徐霄 朕不给你什么恶事 但你早就 被包去大驻国头衔 因此 以武臣身份获赠文士就别想了 而且武臣十八 朕要大大方方 送你一个最下等的武力 你死了后 胆子再小的墙头草 也要用嘲笑声 送你徐霄最后一程啊 这一夜 习惯了老梁王难掩疲态的 清凉山王府 并没有什么异样 还觉着 说不定明天一起床 就能在府上某时某地 遥遥望见 老人跟年轻梁王 一起散布散心的情景 徐霄锁住小院的内屋 徐卫雄的轮椅靠近门口 他的双手搁在腿上 死死钻紧 匆忙赶回家里的徐龙象 脑袋低垂 红着眼睛站在床头 从门外望去 只能看到一个坐在床边的背影 躺在床上的老人 竭力压下咳嗽 缓缓说道 爹知道 你不喜欢现在这个 只知道絮絮叨叨 讲大道理的徐霄 是啊 你这个爹动刀动枪 在行得很 确实不是个擅自讲道理的人 爹也不怎么喜欢 这么多年来 爹就是个谁骂我 我就打谁的粗人 是个在金兰殿上 配刀战左战 又看心情的老匹夫 可娘啊 爹不说这些 不把话说完 就不放心你啊 记住 你既然坐上了 北梁王这个位置 就要能听得进去 不想听的话 要容得下 自己不喜欢的人 一样迷扬百样人 各有各自的难处 也就有了各自的 爱憎和脾气 尤其是那些 不记得别人好的家伙 很多时候 你也得忍着 谁让你是北梁王了 不是输给哪个人 而是得照顾大局 爹当了这么多年的 大将军和北梁王 也有许多憋屈 跟谁都说不出口 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记得当年 我带着一帮老兄弟 出锦州下两辽 贝利昂一位十全校 危害惨了 死了好些兄弟 一气之下 就带着四十几个 没死的兄弟 杀到了他家 自然不是去蹭吃蹭喝 而是要杀他全家 把人都给捆成粽子 拖到了院子里 你知道 然后怎么样了 那家伙叫蔡清禾 如今肯定已经 没有人记得他了 蔡清禾在官场上的攀爬 不择手段 这家伙因人的时候 冷血无情 说好两只兵马攻进退 结果眼睁睁 看着我的八百人死扛 两千敌人 都没有带着他的千余人 投入战场 事后还带话给我 说他宁愿不要军功 也不想让我徐霄上位 这么一个萧雄 临死前 就跪在地上给我磕头 只要放过他妻儿 他愿意临死自尽 千刀万剐也不怕 最后 我当然没答应他 满门三十几口老小 都当着他的面 一刀毙命 因为我徐霄身后 还站着四十几个兄弟 而且不这么做 以后注定 还会有第二个王清禾 第三个宋清禾 跳出来坑害我 打江山要死人啊 死很多人 只要我徐霄一日不死 就都是欠了 那一个个早早走了的老兄弟 爹什么时候开始怕死的 是娶了你娘之后 在爹所处的那个 死了比活着容易太多的事到 怕死未必能不死 但不怕死的肯定死 爹见识过太多这样的死人了 而且 很多人就是死在爹手上 可爹年纪越大 就越不敢杀人了 爹告诉自己 不顾自己 总得给你们子女四人 记得攒服呢 是不是这个礼 爹在大老粗 也晓得天底下做父母的 能给子女十分好 万万没有自己 留下一分好的道理 爹呢 少时不懂事 比你小时候不懂事太多太多 就只知道混日子 成天想着外边 恨不得离家万里 哪里会想什么家 两老走了后 就更没觉着自己有家了 出两辽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要死 也得风风光光死在外头 打死也不回 那个小地方了 后来遇上了你娘 把你娘骗进家门后 就觉着她在哪 我的家就在哪里 再后来 有了你们 她走了 就觉得你们在哪里 家就是哪里了 咱家跟很多人家不太一样 咱家 倒过来了 都是你娘亲唱白脸般恶人 爹呢 就护着你们几个 你娘很少生气 有一次爹记得很清楚 爹小时候就跟你说 爹娘不在身边的时候 谁欺负你 你就打回去 打不过就用石子砸 拎得起刀 就拿刀砍 你娘就发了大火 一开始爹还觉得站立 我儿子这么心善的一个孩子 谁还敢欺负我儿子 不让他去床上 躺着怎么行 我儿子让别人家的儿子 躺着 徐潇这个做爹的 就让他们老子一块躺着去 这就是老徐家的道理 你娘发火之后 就心平气和跟我说 她不是舍得别人欺负小年 而是小年以后 注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若是养成了太凶杀的乖章性格 从不知道与人为善 半点不懂得 吃亏是福 到头来吃大亏的 肯定是自家孩子 还说你徐潇总有老死的一天 到时候没人护着小年 怎么办 你娘走得早 爹这么个最不讲规矩的家伙 啥都不能教你 就牢牢记住了你娘讲的一句话 罐子如沙子 娘 那几次对你发火 不是爹怪你啊 是爹在怪自己 没能尽好一个当爹的本分 以前你总不愿意喊我爹 爹是真的不生气 每次被你拿扫帚撵着打 每次挨在身上 越来越疼 就知道爹老了 你也长大了 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老人的言语断断续续 总是被大口喘气 和艰难咳嗽声打断 那个年轻的背影 没有言语 只是双手握住床踏上老人的手 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子女面前 流过眼泪的老人 这个被朝野上下骂做人徒的老武夫 终于在此今天泪流不止 老人便是想要擦拭 精气神早已如灯油枯竭 也没有那抬手的气力了 而那个连姐姐弟弟 都看不到神情的年轻人 甚至不敢抽出一只手 去帮老人擦去泪水 怕一松手 老人真的就走了 当了皇帝被称为孤家寡人 那是君臣有别 况且做皇帝做久了 就真不把当人看了 真以为是什么狗屁天子 咱们徐家 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这个北梁王 跟皇帝也差不离 你儿 别的不说 孤家寡人的滋味 不好受 爹长过 就更不想拟走这条老路 所以 当初放走颜杰西一家子 让他们去京城当皇亲国妻 爹从不后悔 徐孝连老首府都敢骂得他气得半死 怎么会将一个迂腐文人放在眼中 爹只是不想 让你跟颜池吉兄弟 反目成仇罢了 即便你们注定当不成兄弟 让你们余下一份不坏的念想也好 爹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 一个是从边境上回家 看到你们几个都好 再就是偶尔梦到你们娘亲 我徐孝从你娘答应嫁给我之后 这辈子就一直在亏欠他 爹唯一埋怨他的地方 就是走得走 夫妻两人 其实是谁后走谁更苦 这份苦 不是说什么 为了家也劳心劳力 这都是咱们大佬爷们应该做的 只是很多时候有好事情了 身边都没人能说上两句 要么是很想他了 也见不着他不是 天下很大 爹走了很多地方 见过很多人 可在爹眼里 就始终只有你娘一个女子 门口徐卫雄握拳挡住嘴唇 仍是气不成声 院子里那棵琵琶树 是你娘到这儿后亲手种下的 以后有了琵琶 恰巧又想爹和你娘亲了 记得摘下一些放在坟头 娘 爹把你二姐和黄蛮 都交给你照顾 还有咱们徐家 咱们徐家的三十万铁骑 以后就都得你一个人扛着了 你会很累的 别怪爹 让你接下这份担子 年轻背影点了点头 黄蛮抬起手臂 遮住脸庞 轻声乌叶 当老人说出今晚 也是这辈子最后一句话后 徐卫雄扑出轮椅 嚎啕大哭 年轻被银扬起头 背对姐弟二人的他 只是张大嘴巴 哭却无声 生怕吵到了闭上眼睛的老人 老人最后是说 爹睡会儿 第145章 金哲 降服元年的雨水时节 北梁王府摘去了所有大红灯笼 喜庆的鲜红春莲 也在这一日凌晨 换上了白底莲子 恰有斜风细雨 树欲尽而风雨不止 子欲养而轻易不再 雨点敲在零零千万片 传促的瓦上 游远而近 轻轻重重轻轻 裹出一股古仙细水流 岩瓦草与屋檐缠缠卸下 如酒挂杯 敲击与华阴逆之结枉 当清凉山府门外 换了人人可见的莲子 整座梁州城都猛了 一传时时传百 许多老人都壮其胆 来到山脚王府外头 亲眼见到了 那幅惨白底子春莲 然后一个时辰后 满城不再能闻一声 抱住一声钟鼓 竞悬白灯笼 竞换白底莲 梁州城主道 直达北梁王府 接上满稿素 然后梁州刺使胡逵 身体由最粗生麻布制成的 斩衰丧服 率领所有梁州府官 一同赶到一门外 胡逵不曾步上台阶 而是站在石阶底 面向城中主道上 数万梁州百姓 沉默片刻 转过身 竭力思喊道 一拜 风雨如晦 三寇之响生生重如春雷 再拜 三拜 一拜三寇守 三拜九寇守 泰安城 金者 金官都以早朝为苦事 许多官场老游子 早就练出了 准时踩点进入宫境的本事 只是今日朝会十之八九 都早早粗拥在宫门外 玉道上呈现出一种 云波诡诀的喜庆氛围 也没有谁去戳破那一层窗纸 虽然泰安城已经都知道 北梁那个老家伙 可算死了 不知多少人在拍手叫好 成群结党 为此服了一白又一白 大罪鸣鼎 得让人扛了回家 按照黎阳王朝的宗藩法力 藩王身死 须由世子八百里 加急禀报金市内的朝廷和宗人府 徐学子是一位异姓王 宗人府就罢了 但照理说 也得快马加鞭告知赵氏 只是泰安城这边 礼部苦等不得 赵家天子也大度得不去计较 只是定下章程 在今日早朝上 平定北梁王氏号 现由礼部上承奏章 为此礼部鸡飞狗跳 先是跟那人图示亲家的礼部上书 卢道灵托并不出 对礼部事务 彻底撒手不管了 群龙无首的礼部 两位正三屏的左右侍郎 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相互推诿 而职掌礼部刺激的清丽丝 蒋永乐跟两个奸华侍郎一比 本就关节低了一品 又管着奏一世号一世 其实以往 四班文武侍郎 都有迹可循 天子心思并不算太过深重 宋家小父子的文怀 陆沸驰的文功 就都出自他的手笔 两者在黎阳美式中位置偏后 只是按照世书解义 怀自四义 蒋永乐取了其中称人之善 符合以越旦平 名动天下的宋小夫子身前功勋 清党老魁首路废弛的公子 取了供奉也之意 皇帝陛下都准奏 朝廷上也没有任何意义 虽说蒋永乐在宋老夫子的 是好奏意上栽了跟头 可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对此也没谁太过苛责他 这位清丽丝 只是到了北梁王徐霄这里 要尝试着给这位人屠盖官定论 他蒋永乐有几个胆子 有几颗脑袋可以看 即便侥幸猜中帝王心思 只要不和天下轻易 或是不和庙堂众臣的胃口 甚至是被北梁那帮武人记恨 他一个小小的清丽丝 随便给人穿双小鞋 这辈子在仕途上就算没戏了 蒋永乐在今天早朝三日前 就受了黄命 结果张卢出身的李布佐 是狼板着脸说平带字 当时蒋永乐就嘴唇颤抖 带字是五封十八中倒数第二字 大致寓意是无功无过 蒋永乐气得脸色铁青 倒降狐不是这个倒固法 只要敢将这个字推到朝会上 谁都要拿他这个递出奏章的清丽丝 落井下石 结果故炉门生的右侍郎攀春剑 更加不要脸 一心要把他往火坑里推 轻轻巧巧说了 分明是恶事里扬字 因为本朝没有平视的说法 也极少给陈子立恶事 多是美事 只是高低不同而已 蒋永乐差些就要 给了这家伙一记老拳 不过到底没这份胆识 潘春剑是实打实的 沙场五人出身 真要打起来 十个蒋永乐都得趴下 蒋永乐就跟死了媳妇般 整天哭丧着脸 这三天也不知掉了 跟多少头发 尤其是金哲早朝前几个 时辰的挑灯枯作 几乎翻烂了那本《世界》 仍是迟迟不能下笔 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尚未拂晓 蒋永乐一掌拍掉茶盏 和那本《世界》 摔落在地上 这位清丽丝猛然起身 激进疯癫 手指颤抖 只向窗外的雾蒙蒙漆 漆黑景象 怒骂道 徐老儿 你死了 也要让蒋某不安生吗 在门外后着的侍女 战战兢兢 撞起胆敲了敲房门 被屋内清丽丝怒吓一声 侍女再不敢推门 打搅老爷的大事 蒋永乐哀叹一声 蹲下身 捡起 试解 书籍被茶水浸染 蒋永乐抬起袖口 擦去茶字 小心撕开一页页 粘沾一起的书页 放回书桌 披头散发的蒋永乐 伸出五指 捋了铝白头发 痴痴黑笑一声 正经微作 奋笔集书 将文武总计 四十二美式 与十五恶式 拆散了 随意写在一张蓝亭书轩上 割笔之后 已是出气劳累 清丽丝气喘吁吁 转头对屋外侍女 吩咐了一句 让她去拿来一枚铜钱 一头雾水的貌美 侍女进屋之后 只见老爷 指了指一张字迹 隐约透过纸备的淑轩 让他将铜钱搁在纸上 侍女照座之后 被蒋永乐挥手赤退 蒋永乐一手按住铜钱 一手翻过淑轩 于是 有意要听天由命的 清丽丝大人 看见了那枚铜钱锁铐之字 利 世姐 有功于国 屠戮无辜 蒋永乐犹豫了一下 难难自语 天意如此 东方天空泛起于赌白 大殿之上 英才积极 满朝文武 多是三品大员 才可穿戴的紫袍朝服 一些赤丰公侯爵位的老人 甚至有着绣蟒的官补子 身穿飞袍官服的 各部侍郎司员 大多位置靠后 如今封王就翻 大殿上 就只剩下一位 正皇满夫的太子殿下赵传 他独独站在左右文武之前 最为靠近九阶弹赤 赵家天子高坐龙椅 两座巨大香炉掀气缭绕 坐北望南 天色好的时候 他甚至能看到 宫门外 那条遇到的很远处 皇帝收了收视线 大殿上几乎没人敢抬头 也就首府张巨鹿 两三围六部主官 以及几名大将军寥寥几人 胆敢平视 唯独坦坦温桓文养起头 目不转睛 皇帝也不知 老人到底在瞧些什么 环视一周 礼部尚书卢道林 没有上朝 而胸口秀 有麒麟官补子的 新任兵部尚书陈之豹 在闭目凝神 故见唐长年镇守边境 这座大殿上的武臣 就以陈尚书为尊 听说顾炉 大概是得了顾老尚书的授意 一开始还算安分 许多军机事务 都按着纠战 却朝了顾炉的新尚书意思去办 其实陈志豹也少有掺和 相当懈怠 成天就是在顾炉里看书 之后顾炉心许事觉着 这个小人图潜虑即穷 不过二 就开始主动寻衅 结果牵头的兵部司库 主侍皇鄂 当天就被剥去官服 丢出顾炉外 顾炉里的侍郎双炉 卢白鞋和卢生像袖手旁观 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人脉广泛的皇鄂四处游说 这之后 御史台就开始往死里弹劾陈尚书 结果皇帝轻描淡写 把皇主是正气的四品高明都给削了 在天子脚下 皇鄂不敢怒也不敢言 跑去边境散心 可是大祝国顾建堂 都不愿见他一面 皇鄂至今 还是一介白丁的光棍身份 沦为京城里 一桩莫大笑谈 黎阳的早朝 若是没有御史台 那帮老家伙传出犬费声 不因此引发各种山头党派的乱斗 各部在朝会上宣讲事宜 一项简明恶药 因为陛下及其勤政 经常通宵批诸 他们做臣子的 总要体谅些 各种事项 在这座王朝中书里 得到皇帝陛下的点头 或是驳回 通过的政策 然后就会传达天下 汇泽南北 今日的早朝异常顺利 户部尚书王雄贵 跟皇帝禀明了 杨仓储备的审核 身为张党下一任剁手的王尚书 王雄贵学士士工 皆是出类拔萃 丙奏时嗓音圆润 不提内容是好事 光是王尚书那份从容气度 就让殿上后辈晚生们折服 历部尚书赵又龄 也是一份略有老调 常谈嫌疑的捷报 给去年京城大小官员 攻击考评的金考 收尾 皇帝也顺势下旨 让数族出身的赵尚书 主持今年的天下官员大评 处向第一甲的殷茂春 不在辅佐 去年金平本 就是皇帝有意让赵又松杀鸡用牛刀 实则在为殷处向铺路 大殿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若非礼部尚书卢道林不在殿上 今日还要宣布 让殷茂春主持今年科举 所谓的门声变天下 当得此说的庙堂抵住 其实屈之可数 宋老夫子 张首辅 很简单 历年科举主官 不论房市如何换 主官都是这两位大佬轮流坐 随后极少在朝会上 出生的陈志豹睁开眼睛 当他横移出一步 落入满朝文武的视野 本来偷偷润过嗓子的一位紫袍明清 立即缩回去 陈志豹言语轻了 说了两辽卫索 以及冀州军阵财彻一事 再就是说到了南兆淮州 因争夺黄木而牵起的十六族暴乱 这让殿上的喜庆氛围顿时冷了许多 不过前排几位重臣 迅速瞥了眼皇帝陛下的脸色 仍是笑意不简 不急于开口胜财 只是笑语温言 让陈上书随后一起去秦礼阁这座内阁 与那些殿阁大学士们一起军臣慢慢商议 自然还会有几位起居郎在旁记录存档 之后 又有去年与户部王上书起了 龌龊间隙的刑部侍郎 韩林禀报事务 还有两位殿阁大学士也查漏不缺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然后 当一品重臣门下省左仆设还温 终于缓缓收回视线 咳嗽了一声 所有人顿时打起精神 好戏要登台了 碧言自然的张巨鹿 就站在坦坦翁身边 却质若罔闻 只是望向太子赵传部远处的一块空地 前年那儿 还未吸出老太师孙希记摆有一张椅子 只是从老人入主门下省起到 辞去左仆叶 被贬折担当了不过二品的广陵道经掠使 如今人去已无 张首辅又转头看了眼神后 门生王雄贵 与多人大臣一样 都在张望蒋永乐 与之并肩的吏部赵又龄 则恰好望向首辅的背后 被逮了个正着 在永恢之春帽间的赵又龄 立即撇过头 永恢元年至永恢四年 正值当今天子登基初始 张巨鹿也是那个时候 成为当朝首辅 接连四年执掌天下科举 他赵又龄 同乡原国 还有英茂春王雄贵韩林三人 都是此时里鱼跳龙门 算是师出同门 都是张首辅的门生弟子 可到头来 先是公布原国新晖一冷离开张党 接下来是英茂春入主汉林院 自立门户 紧接着 韩林也被张首辅斥出张党 从此再为踏足那座张炉 六部中实权极大的吏部 一直被试做张首辅的自家宅院 可惜这几年来 也是貌合心离了 赵又龄对此有些心怀愧疚 却谈不上什么后悔 他赵又龄不甘屈居人下 在张首辅之下也还无妨 只是那王雄贵算什么东西 当年科举 也不过是一甲第三名而已 为何是王雄贵最能入手赋予当时 还是国子剑左记久还温的青年 而不是他赵又龄 如今顾大将军离任兵部 六部恢复正常 又以他手中的吏部为尊 赵又龄很想知道 首辅大人是否后悔了 当年选择王雄贵 作为张党未来执牛而折 大殿上的一阵颤抖嗓音 打断了吏部尚书的瑕丝 礼部清丽丝蒋永乐 硬着头皮走出斑裂 缓缓跪下 陈蒋永乐 有事丙奏 当蒋永乐咬牙 说出对北梁王的嗜好提议 朝堂上一片喧哗 那帮功勋武将 更是发出不加掩饰的讥讽失效 文臣则一个个神情诡异 张巨露皱了皱眉头 坦坦翁又开始对着电梁发呆 身穿二品世子官服的杨慎姓 是春秋发迹的当时名将 霍锋十全的安国大将军 八十好几岁的高龄了 却被好几位小他七八岁 甚至十来岁的大将军 都活得要长久 那些老家伙死后次世后 家族内少有子孙称的其场面 而继承那几个大将军称号的后来者 年纪就差了一个辈分 何况因为军功声望都不足 狠难跟杨慎姓相提并论 可以说 离养武臣里头 除了顾建堂跟两位同为大将军的老家伙 手握京畿军防的杨慎姓说话 没谁敢不老老实实竖起耳朵 老儿迷见的杨慎姓 见殿上无人接话 就大胆咧咧走出 老人入殿时要跪下 之后言语则无须下跪 杨慎姓先对龙椅那边抱拳行礼 然后就望向蒋永乐 冷笑道 徐霄遭念深重 生前当了北梁王 还得过大祝国头衔 已是皇恩浩荡 如今死了吗 哪里配得上午十八 从恶事里随便挑个靠前的字眼 朝廷就算很对得起 他徐霄了 老将军此言一出 蒋永乐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头低的几乎要扣到地面上 后背四品云雀观补子 有些明显的汗水浸透 赵家天子向后靠了靠龙椅 似笑非笑 兵部侍郎卢生相出列 平静道 臣以为徐霄当时抗字 满招哗然 这个嗜好 那可是恶事里很后边的了 背尊而忤逆上 几乎等同于将徐霄定义成 黎阳王朝的乱臣贼子 很多人都望向 比鲁生相更前头的那戏蟒袍 兵部尚书陈之报 可惜一个稳如泰山的挺拔背影 瞧不出半点端倪 赵又龄似乎看到前列的首辅大人 肩头稍微动了动 然后昔日的北梁旧臣 如今的皇亲国弃炎杰西走出 去年获风洞渊阁大学室的炎大人 陡秀跪下 陈声道 微臣以为安国大将军的说法 更为妥当 这让许多希望这家伙不知死活 执意要给徐霄一个美式的臣子 都大失所望 只是很快就让失望的文臣武将 都会心一笑 国子健又祭酒靖兰亭 悠哉悠哉走出班列 朗声道 陛下 臣赞同卢侍郎的提议 徐霄此人窃举北梁 大逆不道之举 庆竹难书 将其恶势武抗 才可安抚天下民心 赵家天子嘴角翘了翘 仍是没有出声 当朝礼学宗师 左记九一白风冷哼一声 不但出炼 沧桑老人还有意无意 用尖头挤了进三郎一个亮枪 这才说到 大将军徐霄于本朝功不可没 无人能及 与之军功相服的示好 一列两字皆可 若是用上以武政定服远的环 最妥 如此一来 更是喧嚣四起 定力再好 养气功夫在身后的臣子 也开始跟身边同僚 窃窃私欲 靖兰庭冷笑道 徐霄军功室友 却都是朝廷赏赐给他的机会 大势所趋而已 得恩不知感恩 这等匹夫 如何配得上环一列三世 可笑之极 姚大人 你就不怕此事一出 天下寒心吗 有了靖三郎做第一个 撕破脸皮的大恶人 很快就有早已商量好的三位殿阁大学士 连妹出列 附和卢生相 跟靖兰庭的示抗 御史台几位大佬 也纷纷响应 一时间群情汹汹 许多挖苦的刺耳言语都冒出来 熊州聚如摇白风 气得脸色发白 从头到尾 在众人心目中 最该给徐缺子正年的兵部尚书没有开口 最该火上浇油的张首辅 一时漠不作声 期间力部赵又林 跟户部王雄贵 心有灵犀 几乎同时想要出列 结果被坦坦翁转头一个瞪眼 都苦笑缩回了脚步 最终 皇帝站起身后 面无表情 俯瞰满朝文武 轻轻撂下一句就退朝 功过向底 徐潇是号武力 各怀心思的文武百关于贯出殿 许多众臣看待 李布清丽丝蒋永乐的眼神 都多了几分暖意 这小子 显然是要走狗屎运了 不曾想到 这么一桩大祸事 竟是给他硬生生 变成了天大姓氏 桓温初期 没有跟至交好友张巨鹿一同出殿 而是加快步子 早早跨过门槛 笑眯眯走到正要走下 白玉台阶的近三郎身后 拍了拍肩膀 对这未向冒清雅的幼稽九大人说是 有恃相伤 随后一年卖一轻壮 来到了店外廊道拐角处 靳兰廷以为 是今日早朝他的建议 为坦坦翁身后的张党接纳 有些窃喜 觉着自己多半是要成为张卢的新贵人了 结果 结果就是 还老头使劲一拳砸在靳兰廷的脸面上 骂了一句 以往拿了你多少刀熟轩 回头暗淫前 分毫不少还你这狗玩意儿 又记久大人捂着脸 痴痴望着老人离去的身影 天塌了一般 台阶之上 一向少有交集的左记久姚白峰 与张巨鹿 今日竟是并肩而立 桓温走过去 三老一起望向宫门外的遇到 浩浩荡荡的群臣背影之中 当属陈之暴最为瞩目 朝之洞梁的文武百官 都在议论纷纷 无一例外 都是等着看北梁新王的笑话 一想到那年轻人 接过圣旨的滑稽场景 就止不住笑意 陈之暴在走出宫门前 回头看了眼大殿屋顶 台阶上这边 桓温契游自呼呼道 好一个金折时节 张巨鹿轻声讥笑道 万物出乎阵 折从金而出走